已经不止一个人跟泽情奶奶孤寂 说家里儿子八成不会要这个残疾老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掉村上的保洁工作 脱关系 泽情奶奶最近找了份好活 一天干八小时 工钱八十块 老板不随便扣钱 大小还算个假 婆媳俩总得有经济来源 七十三岁了 泽情奶奶打笔方的时候 把自己定在八十岁入土 她说剩下这七年 她要想办法摆平两件大事 首先存一笔家当留给儿媳 然后教会她一个谋生路子 比如粗草 老板挺有草 这个 就是干你 这个干你 这个八十块 这个不干什么的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 我愿意群起一片海 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天 不稍微冷的 吃这个烧鸭汤 被锁在家一天 婆婆回来 好像找到了安全感 碰上心情好 泽情奶奶也会笑话而起 像个尾巴 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奶奶也会憋一肚子委屈 替儿子养了十九年老婆 她说她有时候会觉得很累 但是很无助 儿子没有担当扛起这个家 是当妈的没有教育好 因果循环 她要踢着扛下去 她说逃避 是解决问题最没骨气的方式 我们这人这个心 他俩够了 我需要哪儿够心 我需要耍自己 给他够点 我需要哪儿够 我们俩给他够点 我一往那儿死 他死了 有心就说 我们俩够了 我们俩够了 不俩够了 我们俩够了 我们俩够了 他是俩够了 他一个我不是个人姓 这个她是三姓 他属于三姓 是的 人家口是两年 我吃光别忘了 除了死 老山 他不分 时后 inches 祝你下部门 祝你下部门